各位親愛的聽眾你們好 多謝你們收聽永善聯談 現在錄音的時候是4月8日星期一 英國時間黃分6點07分 即是香港4月9日半夜1點07分 很感謝你們的收聽 特別我要感謝一些聽眾 如果我有錯的 他們是很實質的指出 我說錯哪些東西 在上一集有聽眾在澳洲的 私下通知我 他說在7分50秒 我說錯了普京入侵烏克蘭 我說了普京入侵俄羅斯 雖然普京已經權傾俄羅斯 但實際上是說錯了 請大家來原諒 其實早兩年的時候 永善聯談一直都是時代論壇的節目 是他們邀請我來做的 但後來我不想連累他們 所以就變成了我自己個人的節目 以前我錄永善聯談的時候 有他們提供資料給我 當我錄了之後 他們是會確認的 究竟有沒有一些數字 或者一些東西說錯了 如果說錯了 會通知我 叫我更改 或者重新再錄過 但是成為我自己個人的節目之後 已經沒有這樣的支持了 所以如果我真的有些不小心說錯的 請聽眾 你指出我的錯 我是甘心樂意的 你但是可以承認自己的錯誤 所以我也說了 我最怕那些很空泛的就是 魔鬼的說話 也沒有指出哪一道是我說得不好 無論如何 多謝大家 有時候我們也是 我們看一些東西 可能只是看表面 但是真實的事情 卻是被sidtrack 或者模糊了 其實很快我就會帶著九十多人去契列和土耳其 會分兩架旅遊車 也會挺累的 希望大家都為我祈禱 在啟示錄裏面 有七間的教會 主耶穌給他們一些訊息 我們基督徒很熟悉一間叫老底加教會 這間教會其實是很穩定 因為為什麼呢 沒有什麼政治壓力 所以那個教會就很澎湃 而且他們做生意賺到不少錢 覺得不錯 但是主耶穌怎麼跟他們說呢 在啟示錄第三章第十七節就說到 你說我是腐足 已經發了財 一樣都不決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憐貧窮核癌赤身的 這裡就讓我們看到 他們表面是好 但是在神的眼中 他們是一無是處 所以後來跟他說 你買眼藥水擦你的眼睛 心靈的眼睛 看清楚你們自己的赤貧和可憐 第二間教會就叫士美拿教會 在七間教會裡的書信裡 最短的一篇信息 只有四節 因為士美拿那時候 很敬拜軍王 狂熱的 而當時的基督徒 他們沒有信服掌權者 沒有去敬拜軍王 不肯跪拜 於是受迫伯 財產被搶奪 甚至被殺害 但是主耶穌怎麼說呢 我知道你的患難 你的貧窮 那幫人真的很窮 但你卻是富足的 也知道自稱是猶太人所說的偉旁 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 乃是撒旦一回的人 這就是啟示圖第二章第九節 雖然這幫人表面是貧窮 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們是富足 甚至有很大的感慨 有一幫在會堂裡的猶太人 覺得自己是神的子民 但他們沒有為神的事 去操心 或者見到不公義的事 來發聲 反而是助就為虐 他們被稱為殺但一會的人 還說偉旁的話 讓我想起會不會現在 大家在某些議會裡 都有一些人 但我當然看到歷史的真實 昔日非常繁榮的老底家 現在成為頹緩敗鴨 只是被人去憑吊 但是當日 善美娜這個地方的基督徒 是受著很大的迫害 但今天善美娜仍然是什麼呢 暗立不倒 是土耳其第三大的城市 國內裡 而且是最多基督徒聚居的地方 你就看到聖經那種真實性了 好了 如果我要說些什麼呢 現在應該在香港 就復常了 復活節 清明節的假期已經完了 大家都回學 回工了 但我告訴大家 英國的復活節假期還未完 放逐兩個星期又多 接下來這個星期 仍然是復活節的假期 所以有很多的家長都很辛苦 如何安排子女的活動 在過去的幾個星期裡 都有不少人在香港過來 特別是教育界的 他們探望自己的家人 朋友 都有機會跟我來大陸相見 都很開心 現在呢 復常了 但是在復活節期間 很多的店鋪倒閉 為什麼呢 大家都北上 很多人出外消費 不斷有這些報道 當然是有政府背後的策劃 但是如果我們想一想 或者了解多些 會不會被誤導呢 在3月28日到4月1日 5日的假期裡 有超過227萬人次 在香港的居民出境 但入境的旅客 就很少 只有49.8萬人次 當中有超過190萬的香港人 往內地 佔了出境港人的八成三以上 所以不是 難怪這麼多人 上國內消費 就引致到香港的經濟差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 再去比對過去 2024年 復活節第一天 100萬人次出入境 其中有76萬人次出境 但是2018年 頭一天 都是頭一天 是111萬人次出境 更多了 11萬 而是有72萬人出境 如果我們再看2019年 2019年的復活節 是有79萬人北上的 但是2024年 即是今年 是多少呢 是80萬人北上的 即是今年 只是比多了1萬人 但是我們又看回 2018、2019年 樓價 股票 是不斷的上升 雖然那時候有社會運動 但是 沒有怎樣影響到樓價 和股市 那時候 地鋪呢 那時候是欠崩頭 那些租金是非常高昂的 但是現在到2024年 大家知道樓價 和股價都下跌了 周圍很多店鋪已經空置 成為空鋪了 我曾經在永善聯誕講 切了辣椒之後 大家要買樓就真的擺了這個時間了 但是我說最慘就是那些二手樓 因為新盤不斷的推出 價錢就不斷低 所以二手樓呢 就會更加呢 是有啊 是有那個成家 但是蝕讓的 有多少是真的賺到很多錢呢 那短短的五年間 有些什麼的分別呢 很多時候 那些人就說 那些人因為貪便 北上啊 這樣 令到經濟能力本來很有限的 所以呢 他們就不會去消費啊 但是如果你不要忘記 特別是復活節啊 清明節 都是四五日假期 頂到八九日 或者十日左右 那時候 他們會回來的嘛 那而且 多數他們那個的消費呢 都是可能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日的 那時候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呢 喂 你不是在說 由志及興嗎 現在是不是 那你不要 他們只是看 喂 喂 香港會這樣 如果我們再看回 澳門 又另外一些數據 給我們看到了 澳門的人口 只不過是六十八萬左右 但是趁著假期 離境的人數呢 喂 都不少啊 比率 甚至高於香港 再說 復活節第一日呢 就三月二十九號 澳門的離境人數 就有三十五萬一千人 不過 入境的人數呢 就三十萬零四千喔 差不多 那麼多人出 那麼多人入 兩者之間那個差距呢 一點都不大 跟香港是相差很遠喔 那麼香港呢 剛剛呢 剛剛已經再說了 二百十七萬人 離開 大概只有四十九點八萬人 入境而已喔 好了 正正因為當地的入境的人數呢 就抵消了離境那個 所以呢 你留意到 澳門就沒有什麼業潮的 一樣是非常的經濟澎湃 那麼 甚至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早前就預期 澳門的經濟今年 就會錄得 百分之十三點九的增長 那麼 而總經濟量呢 下一年就會恢復到疫情的水平了 那麼 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呢 就在四月一號公佈 這個不是假消息來的 別想著餘人節啦 當地三月份的博彩收入 195億澳元 按連上升了百分之53.1 比預期更加強的 那麼 所以你留意到呢 就不要只是說出境 那麼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那麼 那麼 剛剛已經有人分析了 就是最重要呢 就是因為呢 那個入境人數呢 是少了很多 那麼呢 那麼呢 就 來自特別外地的遊客呢 那個跌幅是很大的 2019年有五萬六千人呢 就是 到了 來香港 遊玩 那麼 但是現在呢 只有三萬四千 那麼 即是跌了四成 那麼 單計假期頭一天呢 呢 入境的旅客就少過呢 就是 少了五萬五千多人了 那麼 你不要忘記以前香港是什麼呢 國際大都會的嘛 國際金融中心 購物天堂的嘛 那麼 但是為什麼這幾年裡面 喂 變成 外國人的 外國人的 為止呢 就是 同胞 國內的都來 不過都已經少了 那麼這個才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如果我們去分析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就是 在過去幾年裡面 有很多人都已經離開了香港 那麼 但是呢 政府一路都不會去正視這個問題 或者他們知道 但是不會說 那麼 那麼 甚至 如果我知道 在復活節裡面 都有很多人 特別是在英國呢 都會回香港呢 就是 渡假的 去探望家人 因為為什麼呢 特別是英國的有成 兩個多星期呢 就是放復活節假嘛 那麼 所以呢 一班 就是較強的消費力的人呢 他們又走了 好了 但是 香港的人數呢 某個程度是沒有少到的 一會兒會再分析了 因為在這兩年裡面呢 有什麼高財通啊 專財通啊 那些人 在國內下來了 不過當他們下來了的時候呢 那麼 到了他們假期的時候呢 他真的回鄉下了 他們回到國內裡面 就是 生活啦 跟自己的家人啊 親戚倫理啊 來帶他去交往啦 所以那個出境人數呢 就不只是本港 十幾二十三十年 那些的居民 去北上消費 而是有很多 在這兩三年 在 中國下來的人呢 他們回去 假期的時候 所以出境人數是這麼多了 還有啊 那麼 無可否認就是 國內的食物啊 或者消費呢 是便宜的 但是我們有時候都說 究竟這麼便宜的東西 會不會有些問題呢 會不會有一些是素化劑 或者一些 就是 哇 很好吃 但是很可能那些肉呢 就產生問題 在星島都拍了國內裡面呢 那些梅菜豬肉 那些豬肉呢 原來是發霉的 那呢 甚至是發霉的 那很多不衛生的食物 但是用很濃烈的味來 但是去蓋了 你就不覺得了 那當然不是所有都是這樣的 我很相信 那但是香港呢 那個的租金又很昂貴啦 那也都呢 就是 食物的質素也都差了啦 那雖然我知道 現在有很多國內那些的 所謂食物的品牌 什麼 譬如 酸菜魚那些 在香港 那其實 我預計都不會說非常旺的 因為國內下來的人說 我為什麼要在香港吃這麼貴的東西呢 我回去國內同樣吃這樣的東西 價錢便宜很多了 那如果一直在香港 土生土種類住了很多年的人 可能我不回國內便試一次兩次 但是你不會經常去吃的 那 所以呢 第一就是 走了一批高消費力的人 那第二呢 就是有些國內的人 他們就會回到自己國內 就是他們雖然來了香港 但是會回到國內消費 那第三 最大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少了很多外國的遊客 那其實 23條 在3月23號 正式刊獻生效之後 英國 澳洲先後 立刻向國民 提出這個警示 警告轉入香港的政治風險 英國呢 英國呢 就在22號那晚 就在香港 向英國的商人和旅客 更新了 對香港的旅遊警示 澳洲呢 也在同日更新了 赴港的旅遊警示 那美國國會 和行政當局呢 就那個 中國委員會 CECCC的主席 史密斯呢 就在22號就表示 23條可能呢 就針對美國企業在香港的僱員 促清商界呢 就要認真 評估呢 23條 帶來的那個 風險 那這個就是 讓我們看到 很重要了 那所以 你留意到 這個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實今年的2月 和5月呢 本來都有兩團的旅行團 就是由我去帶的 那去以色列的了 兩團都佈滿了的了 那怎知道 因為 10月去年 就是喀馬斯的問題 那什麼打仗呢 結果呢 兩團我們現在都要取消 要延期到下一年了 那 如果我們真的再理性一點去看 其實 就是 那個的加沙地帶 是在南部下面的 旅行呢 是一定不會去這些地方 那麼久以來 大家什麼時候會聽到 喂 耶路撒冷啊 百里行城啊 甚至更加遠一點的 那些加利利啊 這些旅遊景點呢 是有問題產生啊 有那個的戰爭啊 有飛彈飛到去啊 不多 沒有啊 那時候 但是 心理因素影響呢 自然就不敢去 旅遊而已 不用賺命搏 對不對 所以呢 就少了很多的西方遊客了 但是這些是高消費的啊 還有 還有 在最近呢 就是一些人 在英國 加拿大都不知道會不會 或者美國 但是我知道 英國的人 回香港的時候呢 就周圍問 大家相識的一些 喂 有沒有一些電話呢 你已經是不用的 那 因為呢 我又不想清空了 我電話裡面的一些東西 那我就想帶一個 即是空的電話回去 因為呢 怕隨時回去的時候 被人檢查手機 會不會裡面有一些訊息 又說有問題呢 你想想 連謝偉俊 都要將在面書裡面 那些東西 落架 那我們啊 就更加了 你想想 因為有很多人 是回香港 就是要探家人 很無奈 真的不可以不見家人 所以 他們回去 但是會提心吊膽 那時候 所以23條 會不會影響到一些人來呢 再說 香港的人 就不是沒有錢的 雖然有一班高消費的人 最近台灣呢 就有過一個地震 那麼台灣那裡就已經 就公佈了 那麼好多謝不同的人呢 就是捐款給他們 但原來捐款最多的是什麼呢 是香港人 香港人真的很可愛 又很有同情心 很有這一份的憐憫之心 還有呢 真的願意解囊 你有幫助 有需要的人 那麼這個是值得驕傲的 你留意到 政府沒有發動 叫人來捐款 政府也都不會捐錢 他給台灣 相反地 如果國內有困難的時候 你見不到民間有什麼大的捐款 但是政府就會呢 很快就批出這些款項 甚至給一些完全沒有救過 救濟的經驗的機構 但是屬於建制的 或者支持國家的 就找他們去幫忙 所以你留意到 現在香港人不是沒有錢 甚至你看到銀行的存款率是高了 那些人是不肯花錢 那麼什麼時候會花呢 回去國內 都好的 可以特別現在深圳都說 是靠香港人來帶來 帶來大興經濟 以前就說 靠國內的人帶來 帶來我們香港經濟 現在反轉了 風水輪流轉了 那時候 但是 還有其他人是什麼 他們是會去外國的 譬如去泰國 去日本 去玩 去玩 他們是消費很多的 買很多的東西 如果我們在英國去日本 是一個人有兩個行李箱的 很不幸 我見到很多人都是兩個行李箱 空空的去 但是 塞滿了東西回來 還是覺得買不夠 所以你留意到 不是不去消費 只不過 已經 沒有了這個歸屬感了 已經不再覺得 就是 在香港 花錢 所以 在食肆裡面 就會 很多的結業 那 為什麼呢 就是這樣 很簡單舉個例子 你敢不敢 在食肆裡面 高談闊論 如果你聽過我分享的時候 為什麼我要離開 就是當年 在2021年 不是 2020年的7月 我在屯門 就是廣場 在一間食肆裡面 跟我的 會友聊天的時候 就講到 當時那個政治形勢 就講到 一些 就是 掃毒組的人 竟然來 偷了那些冰毒 25公斤 來賣 我知法犯法 然後 就被隔壁 一個 應該是警務人員 去罵 死蟑螂 死牧師 這樣 然後拍照 所以現在 在香港 你還敢不敢 這樣去說話呢 但是 很簡單舉個例子 我昨天 跟一班人去吃飯 在一個 日本的食肆裡面 很好的 我們有十幾人 但是我們 太興奮去說話 後來我都去跟 另外一台的 客人 他們是愛惜人士 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大家很少相聚 所以我們很興奮 說話大聲了 他們很有禮貌 說 沒有問題 其實他們都很有禮貌 但是生活會不會真的 覺得沒有問題 我也不知道 我們有時候 真的可以 在一些 這些地方裡面 特別他們 不是聽我們講廣東話 就可以 暢所欲言 所以 這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所以 你留意到 今次 香港的經濟界 為弱 就是 中國以外的遊客 跌幅是很大的 2019年 五萬六千多人 跌到現在 三萬四千人 跌了近四成 單單 假期第一日 入境的數字 那個旅客 就少了五萬五千人次 所以 那個問題 就是很大的 好了 就算有很多人來 但是 記住 我們是歡迎的 現在有人說 就算那個人欺騙我們 我們都要怎麼 都要去歡迎 那麼我們 連想騙我們的人 我們都這麼歡迎 希望可以 藉著吸引到 他真正想投資的人 這一篇的論調 大家覺得 是不是很好笑呢 就好像 那些膠袋會刺穿的時候 不如找多兩個膠袋 帶著他 然後再放到另外一個膠袋 那裡 不會刺穿 一樣是這麼好笑 那 你看回 現在 七人籃球賽 差點 搞不成了 為什麼呢 林鄭月娥那個年代 說到 如果你還是因為 所謂的疫情 而阻止這個籃球賽 舉行的時候 他就會怎樣呢 就會轉去新加坡 那結果呢 就真的呢 就是會來帶去做這一件事 那麼香港繼續 短短這幾天裡面 你看到 在銅鑼灣 那些的食肆 蘭桂坊那些的酒吧 都不斷地會怎樣呢 就是湧了很多的遊客 但是你有沒有來過這些遊客 很興奮很開心的 但是他們大部分是什麼呢 都是西方的遊客 因為呢 就參與這個的城市 那時候 所以呢 他們的消費會很高 因為他們是會怎樣呢 一定要在香港多住幾天的嘛 那麼來看這些籃球賽 那麼呢 就住酒店 吃東西 那麼這些消費的遊客多了 就是高呢 那就真的可以帶動到 香港的市面的繁榮 但是很可惜 只有幾天而已 如果你再深究的時候呢 這次的籃球賽呢 那些參賽的隊伍呢 其實不是競女來的 就是少了很多 過去我們所熟悉的 比如飛仔啊 紐西蘭啊 那些這樣 那麼 還有一路都是南漢台裡面的人 那些人 那才是最狂熱 因為那些真的給錢呢 來帶去買票進來看的 那麼其他的那些漢台可能就會送票了 那麼未來還有一個憂慮 因為政府大球場原來會 最後一次舉行這個七人膽球賽了 那麼就會拆射重建 但是很奇怪喔 是縮小它喔 變成為八千座位 那麼下一年如果舉行的時候呢 就會在啟德那個的運動場館啦 那麼那個場館呢 好像那個斜度很高的 那麼可以玩得這麼盡呢 還有那個配套 配不配合到呢 因為現在他們在政府大球場一出的時候呢 銅鑼灣多少食肆啊 多少的地方可以來到消費啊 又有很多的商場 但是啟德那個體育館會不會呢 這個也是未來要面對的事 那麼但是很討論 我仍然這麼說 我都很想香港呢 就是興旺的 那麼所以你留意到了 雖然有很多國內的人不來啦 但是問題就是什麼呢 他們已經說改變了那個的 旅遊模式嘛 不是來買名牌嘛 可能幾個人吃過菠蘿油 一杯的飲品 然後打完卡 那就宣訴了 那麼其實所以 我們也不要只是看表面的數字 哎呀有很多的遊客訪說 那麼究竟是什麼人呢 就正如當日有很多人都想跟隨耶穌的 但是耶穌不是拿KPI 啊有人來來來來來來 濫收啊 諸耶穌要考慮清楚啊 立刻怎樣去回應啊 你要想清楚啊 狐狸又動 天空的飛鳥又汪 但是呢 人子連枕手的地方都沒有啊 那麼如果你留意到的時候 香港 我在很久之前已經講過了 絕對不用怕那些人走了 香港人口會少 因為國內會不斷有人下來嘛 那麼如果你留意到高財通呢 那麼已經超過9萬人到達香港 的平均呢 每一天有210人來 而最特別就是啊 要受養的人多過那些高財 那麼那些子女呢 在5個月裡面呢 就是帶著子女來的呢 是每5個月呢 增加了113% 那麼高財通在2022年10月底就推出 那麼已經有14個月了 那麼雜誌社呢 就取得最新的入境數字顯示呢 直至2月底高財通批出 5萬9千宗的申請 受養人那個獲批的數目呢 就超過了6萬1千宗 那麼就是很厲害 那麼就是很簡單 就是原來有5萬8千895宗申請 那麼其中有4萬3944人來了香港了 接近75% 同時也都批出了6萬1千648宗 受養人的申請 那麼呢 此次也有4萬6千362人已經到了香港 那麼其中有2萬7千名呢 即是接近58%呢 是18歲以下的未婚和受養的子女 換言之呢 在高財通的計劃之下 每名獲批准的申請人呢 就平均帶1.05個的受養人來到香港 那麼所以你留意到了 哇 那麼多人來 好厲害喔 那麼但是呢 原來帶了一些子女來 那也很好的 令到一些學校呢 多找一些學生啦 那麼但是我們的政府呢 有時候要去讀一些的政府學校呢 我們還要津貼它喔 那麼而在這5萬8千多的申請人裡面呢 有5萬6千多宗 95%呢 是來自中國內地的申請 那麼排第二和排第三的呢 就是加拿大和美國 只有640和628宗 就是佔1% 那所以你想一想 來了幾多人呢 還有這些的學歷究竟會不會在淘寶買的呢 那樣就好像李隆基的女朋友那樣 那所以有人說到就是劣幣驅逐良幣 那麼大家就會留意到呢 就是香港的經濟為什麼會這麼差呢 原來不只是看表面的數字 啊現在復甦啦 有很多遊客啊 那這樣 那還有一樣東西 我們要很留意 現在我們搞很多的旅遊啊 希望吸引人呢 原來香港那個旅遊呢 就是佔香港那個GDP呢 就是5.1%的而已 不是佔很多的而已 但是我們就放很多的東西 那都好東西啊 令到香港很多的市民 都可以去玩一下啦 但是香港真正正 令到香港的經濟是什麼 是我們的航運業 是我們的金融服務 但是這兩行已經怎樣呢 我們有沒有好點面對呢 我們的航運 你現在看貨櫃碼頭 空空如也 甚至有人說 遲下還會更加嚴重 因為那些人就不會再用香港 成為一個轉口站 那當然特區政府馬上去反駁啦 但是我們只是長遠來看啦 所以今天我們要留意 不要被一些的數字 表面去誤導了我們 如果我們的政府 或者我們自己 看一些問題 只是看表面 而沒有深入去 真的去面對的時候 只是不斷說 好好啊 不錯啊 這樣 那帶來的呢 是只會繼續的 欣巡狗扯下去 只會更加的蕭條 最悲哀的一件事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就算留在香港的人 他們是怎樣呢 他們是沒有了這個歸屬感 所以他們不想消費啦 躺平啦 這個才是一個不幸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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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